男人和女人各是别人的丈夫与妻子,可偷心的欲望正不断在两人之间挑战他们的底线。 那欲据怀疑的羞涩和碰热心动的曼妙之情,注定将两人扔进无尽的黑暗。 久木在一家出版社做高级编辑,他工作能力强,事业有成,只是人到中年,耗尽了他对工作的热情。 日子开始变得乏味无趣,宛如一潭死水,连社长退位,他被推为最佳人选,都不能令久木充满活力。 只有闲暇时,和好友相约共饮一杯酒,聊聊周而复时的人生,然后继续生活。 久木的妻子是个陶瓷设计师,秀外会中,工作和家庭双双坚固,女儿已经毕业,在知名医院做实习医生。 人的内心得不到满足的时候,哪怕拥有的一切多么美好,往往不会对自己所拥有的感到满足,人类总是在贪恋着自己未曾拥有的一切。 林子的丈夫大男子主义极强,宠上男主外,女主内。 林子的生活一直都是围着丈夫和家庭,团团转。 擦鞋宽衣服侍丈夫,却没有得到丈夫的尊敬与宠爱。 林子气质高雅,走到哪儿都有着为人称道的美丽,但她的婚姻同样被无数孤独所包围。 闲暇之时,林子靠着在辅导班教学生书法,来填补内心的空虚。 一场聚会,命运让两个同样孤独的灵魂发生了碰撞。 林子笑容可居,着实颇有魅力,大方风趣,深得众人喜欢。 九木的眼神不自觉地跟着林子的移动而移动。 人到中年仍会心动,对于九木来说不是一个好的信号。 林子的招呼,九木磕磕巴巴不如往日那般健谈,找了个借口便匆匆离开了。 她独自一人喝着闷酒,可林子还是主动找上了她。 许是那电光火石的对视便通了心意,这次九木没有拒绝,却被好友的盗来打乱约会。 九木感到十分尴尬,本应该出现在网球场的九木,却出现在这里,于是又匆匆离开了。 故事真正的开始,来自于一场展览馆的偶遇。 外面下着漂泊大雨,那一把伞既挡住了雨水,也借开了两人之间最后一块折袖布。 他们之间没有过多的言语,只望着对方便知道对方心中所想。 即使你情我愿之事,从此以后他们的联系便越发频繁。 为了躲开这个熟人众多的地方,更为了不让丑事败露,两人频频打着出差和旅行的名义,开始约会。 从第一次牵手开始,两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亲密无间,脸上洋溢着初恋男女的羞涩和期待。 他们来到另一个城市,在一个没有熟人的地方,大大方方做一对情侣,逛街赏景,看话剧,好不快活。 九木的生活因为林子的出现,突然之间变得熠熠生辉,仿佛回到二十出头的精壮少年。 夕阳洒在两人的脸庞,笑意正浓,那仅仅牵起的双手,就是他们苦苦追寻的满足。 一段错的感情,一段错的关系,两个中年人,却投进了全部的真心,又贪婪地期待着拥有对方更多的时间和爱。 九木为了追求所谓极致的爱情,背叛妻儿,人到中年又该如何面对婚姻危机。 向来对家庭毫不过问的九木,许是因为心中诸多亏欠,开始尝试对妻子多些关心。 而妻子最近一直忙着客户的订单,并没有与九木有更多的谈心,但妻子闻之明显感到九木的变化。 这似乎是一件大概率事件,那就是丈夫在外拈花惹草,并不自觉地开始主动关心妻子,以躲避良心的谴责。 而女人又天生敏锐,任何的小细节都能让妻子敏锐地捕捉到丈夫的异常。 九木满面春风,开着车哼着曲儿,与之前那个颓丧的中年男人久然不同。 两人越来越无法控制自己,频繁的外出,去往各地约会。 然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,先是闺蜜看出林子的问题,紧接着出版社领导也约谈了九木。 自己年事已高,而且在出版社已经没有什么利用价值,便被总公司派去偏远的地方做副社长,而九木是唯一有能力接任此位的人选。 办公室最怕的就是一些闲言碎语,加上九木长相帅气,虽年过五十,倒也没有掩盖那英俊的面容。 社长善意提醒他,注意自己的私生活,不要影响到升职。 啥九木途中接到好友的电话,说是林子曾找他求一个职位,是全职的工作,并且比较着急,估计是遇上了事情,急需用钱。 林子并没有寻求九木的帮助,而且林子的电话一时打不通,完全联系不上。 这可急换了九木,他无暇顾及工作,只一味地寻找新上人林子。 林子家中做叽叽电话的是林子的丈夫,松原。 吓得九木急忙挂断了电话,但九木坚持打电话到林子家里。 虽然一次次无人接听,他仍旧坚持着。 再次联系到林子,是在一次出版社的饭局上。 听见电话,九木便匆匆出去了。 林子回了老家,他的父亲去世,必须回去奔丧。 林子在心灵最脆弱的时候,选择打给九木倾诉心事,是对九木完全的信任。 九木为了痴狂不顾一切,收拾了行李,就奔向林子的家乡。 林子碍于在家奔丧的身份,不便于出门与男子见面,多次拒绝九木见面的请求。 九木就执着地等在酒店内,他相信进程所致。 最终,林子被九木近乎疯狂地等待,打破了他最后的心理防线。 不应该在家奔丧的时间,他抛下一切投进了爱情的怀抱。 九木就趴在房门猫眼,傻傻地等待。 直到林子的身影出现在视线里,九木更加确定,林子才是和自己心灵气和的伴侣。 他们对爱的追求,同样是纯粹又不顾一切的。 回到灵堂的林子立刻变得臭眉苦脸,母亲的话让他倍感压力。 丈夫松原对林子的一家都有恩。 父亲病重时,松原一直在医院伺候,连丧礼都是松原负责操办的。 松原虽然不懂什么夫妻情调,又有一些大男子主义。 认同封建制度中,妻子应该三从四得。 但她身上同样有古代大丈夫的责任与担当。 因为医院工作的特殊性,松原每日回到家都身心俱疲。 她与林子之间对爱情和婚姻的需求不同,没有共同意言。 久而久之,两人相处得更像是上司与下属。 他们的婚姻十分没有温度,且一直没有孩子。 而九木与妻子则待遇有一名女儿。 这天,女儿也带了男友回家,一家人前来寺庙祭拜。 幸福的一家四口是一幅如此温暖又合拍的画卷。 只是因为久木一心所追求的新鲜感,让她迷失了方向。 她并不满足一次。 她追求的是那种电光火石,热烈的爱情。 让这个原本美满的家庭渐渐在分裂。 婚姻一旦产生裂痕,就难以修复。 女儿带男朋友见家长这么重要的日子。 久木就选择外出,与林子约会。 她的心完全扑在林子身上, 甚至为林子在郊外置办了一处房产。 两人在这条不归路上,越走越远。 久木频繁地购置厨房用具,家庭用品。 她努力地让这间空荡荡的屋子变得有温度。 参与这些家庭的烟火器, 让久木很有餐饮感,且乐在其中。 只是妻子太完美,这件事从不让她插手。 尽管文芝为了家付出再多,久木都看不到。 而林子就不一样, 不仅烧得一手好厨艺, 还姿色绝佳,性格温和乖巧。 比起自己冷冰冰的完美妻子, 林子的柔软才更让久木心动。 生活越来越有情调, 红酒、咖啡机、料理机一应俱全。 两人就在这个屋里, 畅想着属于林子和久木的三餐四季美好人生。 其实, 宋元也感觉到了林子的变化。 她私下找人,偷偷跟踪了林子和久木。 晚上,宋元阴沉着一张脸, 这事打击了她的自尊。 只等林子从久木那里回来, 宋元将文件放在桌子上质问她。 她知道林子与久木约会的地点、 餐厅和酒店, 以及各种细节。 宋元放下资料便上楼了, 一日为夫妻便永不离婚, 这是她的原则。 宋元的爱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坚定。 久木的出版社同样接到了一封举报信, 于是久木被辞退, 调离到偏远的地方, 做不起眼的工作。 一把年纪传出这样的仇事, 的确不雅。 然而久木早已释然了, 她转身来到与林子的小屋, 两人不休不耻地翻页着宋元留下的证据资料, 洋洋自得地夸耀着林子绝美的容颜。 这种事一旦爆发, 对男人来说不过是一桩风流运势, 而对女人来说就是永远洗不掉的羞耻。 久木推开门回到家, 妻子文芝永远是同一个姿势, 端坐在客厅的桌子旁边, 设计她的陶瓷。 再看久木的家里永远干净的一尘不染, 收拾得津津有条。 这便是久木未曾会看到妻子背后的付出。 她习惯性地编着谎话, 说自己与同事留恋回家晚了。 文芝只是淡淡一笑, 默默地问她为什么不离婚, 再去奔向想要的未来。 原来文芝也知道了久木的事, 只是一直隐忍, 等待着丈夫自己回头。 这一次,文芝被伤透了心, 父亲的丑事连女儿也知道了。 女儿长大了, 尤其是交了男友后, 更懂得母亲的不义与孤独。 女儿心疼母亲, 尽力想要挽回父亲。 许是久木心意已决, 并且她没办法从与林子的感情中处理出来, 她坚决选择了林子。 两人不顾及家庭和公司, 更不顾及世俗的眼光, 眼里只有眼前这个相爱的人。 既以东窗事发, 他们并不收敛, 更加大胆地约会。 一切的糟心事都被所谓的甜蜜爱情, 抛到九霄云外。 孙元眼看着两人的约会更加频繁, 再次递交一份投诉书, 将久木与林子关系中的错误, 全部归结到久木身上。 久木在出版社已经是个彻头彻尾的渣男, 办公室变得异常的平静, 没有人敢说一句话。 久木告别了同事, 回到家中, 看见桌子上的那份离婚协议, 而林子面对母亲的压力, 终于道出了她与久木错谬的关系。 林子坚持认为, 那是她所追求的爱情, 丝毫不顾母亲的辱骂和反对。 这是一个分离的季节, 离婚,辞职, 告别和好友离世, 纷纷接踵而来。 林子已经抛弃一切, 要与久木在一起。 她告知母亲后与丈夫离婚, 久木也接受了林子的建议, 选择离职。 久木向公司递交了辞呈, 回到家, 接受了桌子上那份离婚协议, 心中其实都有不舍, 毕竟以文芝几十年的感情, 两人还有如此懂事的女儿。 她虽然年过五十, 但心智似乎还停留在青年。 久木并没有考虑, 她与林子被传得格外刺耳的仇事, 对女儿的影响。 这样的仇事, 或许会陪伴她的一生, 让她根本没有办法提起父亲。 文芝为她装好了行李, 已久和从前一样, 面带微笑, 目送久木离开。 而久木看到的只是文芝表面的冷漠, 并不懂她背后的千疮百孔和孤独, 还有无数的怨恨纠结。 女儿想替母亲搏一搏, 只是母亲将女儿拦了下来。 出了家门, 久木和林子便完全脱离道德的束缚, 但并不见他们脸上洋溢着多么满足的微笑, 他们也不知那未知的未来要如何面对。 突然的彷徨与无助, 让两人失了方向, 靠着不惜伤害所有人, 得到的爱情, 并没有让他们感到满足和快乐。 两人穿过白雪茫茫的森林, 住进一家森林酒店, 他们望着对方的眼里满是柔情, 两人在此做了一个十分荒谬的决定。 他们拿出一杯毒酒, 置若相向, 嘴里含尽毒药, 在享受激情的同时, 身体逐渐变得僵硬。 他们用死亡证明了, 两人之间不图名利, 不图欲望, 纯粹和专一的爱情。 这方法是九木从一位作家的作品里学到的, 他崇拜这样的爱情, 纯粹, 简单, 永恒。 于是, 他将此种方式告诉了林子。 没想到, 在此观点上, 林子与九木出奇的一致, 两人便奔着所谓的永恒去了。 他们的尸体被大雪覆盖, 埋在浪漫的雪中森林, 身体被冻得僵硬, 连旁人也不能将其分开, 但后人每每提到他们, 便不再指责两人关系的不纯洁, 乃是纷纷感叹, 爱情如此之坚强。 还有的是无尽的婉希, 38岁的林子, 与50岁的九木坠入爱河。 这个爱的故事, 以这样的方式完结。 虽然许多人无法苟同, 但这是九木与林子的爱情, 这也是他们所认为的最好的结局。 只是肉欲之爱真的就是爱情吗? 承认这世上有少数一部分禁忌之爱, 他们的爱真的健康饱满, 但大多数的禁忌之爱, 解释不了了之, 除了伤害, 什么也没有。 我们相信, 爱是一种能量, 爱不是抱团取暖, 不是完全毁掉对方的人生, 乃是互相成就。 林子死于38岁, 那种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, 便留给了林子母亲独自承担。 爱是担当于责任, 若林子与九木考虑到他们的行为, 会给身边人带来巨大的伤害, 做这样的选择或许会犹豫。 不过一切的爱情疯狂浪漫, 那都是电视里编剧的桥段, 真正的爱是稳定的, 循序渐进, 又是持续增长的满足感。 这需要两人共同的付出和努力, 而不是单方面付出, 另一个人停滞不前。 愿观看此影片的朋友, 能够享受爱情, 享受婚姻。 真正的满足不是贪婪的想要得到, 而是保护自己如今所拥有的, 并正确认识自己的需求, 努力去获取。 婚姻里没有对错, 只有两个人的责任。